Hello,大家好,我们又许久不见了 之前也没有定时更新,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那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呢也知道 我就是临时起义回国两个星期 然后又两周之后又飞回来 然后就是时差倒的就是七魂八素的 然后就是非常的时间差非常的凌乱 整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等我这个状态又回来的呢 我就想做个视频吧 之前在微博上有看到这样一个tag的活动 小激动了一下 那最先呢这个tag呢是由安安安 好多安安安安德莉亚发起了这个tag 然后之后呢我又看到了这个 加州小松鼠发的这个tag的视频 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最后下定决心我就来做这个tag 希望大家喜欢 那这个tag的主题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的这个表题上面看到 也就是逃离地球 我忘了 不好意思 逃离地球之必备五件彩妆 所以说 要求就是一定要是 五件 然后一定要是彩妆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彩妆控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然后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要 等到逃离地球那一天 肯定不会只带五件的 那大家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放的期间呢 就是只能带无恙 所以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那我就在想 怎么能够在五件产品之内涵盖尽可能多的方面 那就肯定要考虑到这个产品的多样性 大概的情况就是怎么个样子 然后我们先从第一件开始 第一件 第一件怎么能少得了底妆对不对 底妆多重要 像我这样的这个皮肤瑕疵比较多的就肯定要底妆 然后肤色不匀啊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不用底妆的话 你其他不过于什么眼妆眉毛嘴巴画得再好 妆容都会比较的脏 所以呢粉底是肯定少不了的 我觉得就方便高效妆效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最方便的 实用性极高的粉底 就是这个Jojo Armani的这个Mastro Foundation 也就是低管 虽然这个粉底已经在我目前的 就最近的三个还是两个视频里面都有提到过了 我觉得它已经被我提烂了 好像最近 但是它的这个好地方的就是 上妆非常地方便 只要用手抹开就可以了 然后妆效方面的话 它也是那种有点柔焦的效果 所以说虽然它的这个遮瑕效果不是很高 但是由于它是柔焦的话 它会使你的瑕疵 从整体的这个妆效来看的话 会显得比较小一些 那还有一点的就是说 它你涂上去之后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它的这个质地是比较powdery的 就是比较粉 然后就不需要用这个粉定妆 所以是非常方便 然后妆效非常好 然后除了这个品质是玻璃的 可能不太易携带之外 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实用的 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眉毛了 那其实我如果不画眉毛的话 其实就眉毛的浓厉程度来讲 是可以的 但主要的就是前面这一段会比较浓 然后后面这一段比较稀疏一点 所以在这个毛色的均匀方面 会比较欠缺一些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每天都去画眉毛这样子 比较喜欢的 比较实用的这个眉笔 就是Anastasia的这一款 Brow with 这个其实也是我 最近几个月以来 刚刚开始使用的 然后我之前也是听到了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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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评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开始用 我也不知道是我脑子撞到哪 坏掉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最近才开始用 然后一用它就非常喜欢它 它的这个 这一头呢是一个小沙子 然后可以把毛这样都刷到位 虽然它不能够定型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再刷一下的话 能大概的把这个毛发 都梳理到同一个方向 这样你在画眉毛的时候 就比较好容易 这个找形状出来 然后正面的话就是这个笔 它的这个笔头的话是非常的细 然后它不用削 然后直接你这样转上去 它就能出来 由于它这个头是比较尖 比较细的 所以可以很好的这个塑造 眉毛的这个形状 所以我非常喜欢 然后它的持久度也是非常的高 一天下来 无论是出汗出油 怎么样弄它 它都不会掉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好 那我呢是眼影控 我基本上 每天出去的话 不涂眼影 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哪怕甚至我戴眼镜 平时上课的话 也会稍微的这样上一层浅浅的这个眼影 所以我是绝对不能离开眼影的 但是呢 眼影呢 就是有不同的质地啊 不同的妆效啊 不同的颜色啊 但是呢我发现我这个最常用的 最喜欢用的 觉得最像我自己的眼影 还是那种就是香槟色系的 要收到香槟色系呢 要收到多样性呢 要收到这个妆效性呢 我还是觉得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Mark Jacobs的这一款 眼影盘 然后这个盘里面是七个颜色 七个颜色都是属于罗色系列 然后这边四个颜色都是那种香槟色系的 闪闪的 像我今天眼皮上涂的这样子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关键是它的这个显色度也非常高 画到手背上 看一下效果 非常非常绚丽 非常漂亮 嗯 那我喜欢的用法呢 就是选择这个三个里面 其中一个颜色 然后浅浅地涂在 涂满整个眼窝 然后有的时候 那会用这个颜色 稍微在眼尾处加深一下效果 然后使得这个眼睛稍微的立体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用这个颜色 这个三个呢 是这个 纯亚光色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 一般我会再加一点在这个眼尾的地方 然后稍微让它做一个这个颜色的过度 嗯 这个白色呢 我会把它加在 眉毛上面 然后使它这个眉骨处 稍微突出一些 然后顺带地让这个整个眼睛的效果呢 更加的立体一些 然后这个黑色的话 用起来可能稍微会有一些 呃 难晕开 但是我比较喜欢 我还用它的方式就涂在这个眼根的部位 然后就是稍微的叠加一下 让它有一个好像是你涂了眼线之后 然后稍微有一个这个小小小小小小小的音讯的效果 然后会使得你整个眼睛会就是稍微的变大一点 然后中间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亮片色 它这个亮片很大 呃 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飞粉 就如果你用不好的话 它那个飞粉飞的是到处都是 但是你涂在眼皮上之后 你灯光一打 你太阳光一照 这个眼皮上的这个亮片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旋律 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一般我平时的话也不太用它 如果是对吧 呃 到了火星上啊 或者是在这个逃离地球 在这个飞船上开party啊 就可以稍微的在这个眼影的上面 就是加一层这个亮片色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要谈到它的多效性的话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香槟色作为一个高光 然后我鼻子上面这个高光就是用这个颜色做的 然后包括这个脸在旁边也是用了这个颜色做的一下体谅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然后这个颜色的眼影的坑也是我所有盘里面坑最大的一个 所以可见我对它有多爱了吧 嗯 然后接下来呢是睫毛膏 那我看到其他这个博主在做这个tag的时候 很多人好像都没有 呃 就是包括睫毛膏 可能他们就是担心说 有了睫毛膏还要用睫毛夹这样子会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我是离不开睫毛膏的 我每天呃如果哪怕不上分底 不上眼妆不画眉毛 我也是会稍微的加一点睫毛膏这个样子 嗯那我最近比较喜欢 然后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发现我最呃 使用性最高然后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款 睫毛膏这个是美宝莲的 Pumped Up Colossal 是之前那个黄胖的升级 再升级 好像只升了一级 对应该是只升了一级的这样一个版本 呃 我对它的这个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不晕 然后用上去的时候呃就是会特别的舒服 一般我用其他的美宝莲家的这个睫毛膏 比如像黄胖 比如像这个Falces 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话 用上去之后眼睛都会觉得比较干涩 然后长时间用了之后会觉得眼睛会比较刺激一些 但是我在用这一款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呃虽然它的这个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大 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个涂到眼皮上之类的 但是我总体来说还是涂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它干的也很快 然后中效也很好 中效出来之后也是非常的纤长 然后虽然我不用睫毛夹的话 我就这样浅浅的加一层的话 也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浓郁的效果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款 睫毛膏 然后如果逃离地球的话我一定会带着它 然后就是便宜啊 更是便宜的 然后我就随便 如果我来不及了 我就直接冲到超市去买一根 然后我就上飞船然后走 走 走啊 对 好了接下来好像已经到最后一样了吧 哎真的好少 为什么只有五样 我到时候一定要十样 嗯就这么说定了 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 好然后接下来回归整题 嗯最后一样是 这个斯蒂拉的 腮红 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最近的几个视频里面 连续提到过的一样产品 那我也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嗯 那首先呢它是一个腮红 然后它的颜色很漂亮 它涂上去之后 是我这个唇高颜色的这个腮红版 你懂我意思吗 是那种霉红色 但是暈染开了之后是很淡的效果 然后会特别漂亮 然后跟皮肤柔和的非常好 浅浅的有一层紫色在里面 也会非常有仙气这样的感觉 妆效也非常的持久 夏天我发现我如果就是稍微 手重一些的话 稍微的涂厚一些 然后一天下来出汗出油 怎么样它都不会掉 就它的这个多用性来讲的话 我会还会把它当做这个唇膏来用 呃其实我是十足的唇膏控 然后我 我肯定会 在走之前肯定会非常纠结戴哪样唇膏 然后当时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在挑选产品的时候 也是纠结了很久 唇膏是我最纠结的一样东西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了 我都不要它们了 因为我发现我穿的哪样都对不起另一样 所以我就都不要 就都对不起它们好了 然后我就 选了一个这个 多用型的腮红 它其实 它其实并没有 呃说可以用在嘴巴上 但是我觉得这样淡淡的在嘴巴上 这个涂一层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这个液体腮红嘛 所以 不管怎么样它都会 就是会粘在皮肤上 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持妆效果 会好的原因 当做唇膏来用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那种淡淡的 紫红色长出感觉会 显得人整个比较有惊奇神 比较仙气这样子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款腮红 然后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多用心的产品来使用 好了那这些呢就是五样 我在逃离地球的时候一定会带走的产品 呃那这些产品呢在用的时候呢 我都是要求自己就不用刷子就可以直接用的 在我这个视频旁边的这个demo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直接用手上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个五样集合起来 然后画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状态效果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人要逃离地球的话 你们记得要提醒我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后知后觉非常慢热的人 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我 一定要想我 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想我 对好 那说话不多说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